小 小沙 哦 这不是一番吗 好巧呀 不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小沙 我想为前天的事和你道个歉 为什么要道歉啊 我当时完全没有多余的精力 去考虑小沙你的心情和想法 所以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我想为此向你道歉 过分的话 你有说什么吗 那天以后 我去问了一下 足利格还有南波 才明白了自己到底哪些话说错了 首先 我不应该乱贴标签 和小沙说你虽然是个姑娘家 不光这样 我明明早就知道 你对她夜总会的工作非常认真 还说什么你结婚以后可以辞职 胡说八道 满嘴胡话 还有帮忙做家务的事 我说的就好像一开始家务就应该你来做一样 还有别的 我说有了孩子怎样怎样 就感觉理所当然应该要个孩子才对 我还说要一起给老爹扫墓 让老爹安心什么的 虽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不过我不应该说的像结婚是为了老爹 虽然我当时确实是慌了 但我也确实是没能考虑到你的感受 真的是非常对不起 小沙 怎么 你特地来一趟 就是想为了这些话道歉 你也太傻了 我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 可是 最近确实有很多人认为这些说法不够体贴 考虑得不够周到 可我完全不介意 你也不想想我在叶总会干了这么多年 应付过多少个可恶的色老头 可是 那你为什么 没什么 只是我们相遇的方式有点奇怪 不是吗 该不该说是命运一体呢 总之我们两个一起经历过不少的风波 所以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一种 理所当然应该在一起的感觉 但是 我觉得作为男女关系来说 这样有点奇怪 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回归普通朋友之间的距离感会比较好 不用担心 一帆和我 以后也一直会是很要好的朋友的 小沙 小沙 所以说一番 你也不要为了这点事 就垂头丧气的呀 之前我也说过了吧 我们都要加油 就这样啦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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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Cris 今天也要努力工作 早上好 春日 早上好 今天也请多多关照 那个 你现在有时间吗 是不是和之前一样 让我整理仓库 包在我身上 不是 只是有件事想告诉你 我们去会仪式吧 好啊 我知道了 终止 雇佣吗 其实我也很为难 下个月末不是要更新合同了吗 我本来还想给你申请涨薪的 结果昨天市政局居然和我们说 不能和你更新合同了 那个 我想问一下 是我的工作方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不不不不不 春日 你在这里的工作表现真的非常好 不过 听说因为室内的财政 总归还是撑不下去了 所以 现在只能先解雇你们这些外派人员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谢谢你们一直愿意雇佣 我这样的人 合同是到这个月月末吧 我春日一番 一定会全心全意的 工作到最后一天的 呃 不是 其实工作的话 我们是希望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是让我把带薪休假用掉吗 我确实没怎么用过 不过应该也不可能还剩那么多天吧 这个你不用担心 缺少的天数 我们会直接给你算成 带薪休假的 就算是给你的特殊优待 这样 多不好意思呀 其实 您不用这样特别照顾我的 而且我本身也特别愿意来工作 真的很抱歉 但这也是上面已经决定了的事 感谢你至今为止的努力 就是这样 我知道了 再次感谢大家 至今为止对我的照顾 谢谢你了 请认可 내个 嘘 非常感谢 那个 你非常抱歉 那个 我会用号码叫你 我得振作一点 不就是回到最开始的状态了吗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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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嘿 哦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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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是谁啊 请让我们采访一下这位春日先生 就是关于最近盛传的那件事 那件事 听说您收了全黑道成员的钱 然后给他们介绍危险的工作 能麻烦您和我们详细说说吗 你们在说什么啊 别再装傻了 就是专为黑道开设的地下职业介绍所 据说让晋江和东城会解散的人 从中得了不少好处 春日先生您也是其中一员哦 你们都是听谁说的 这样的谣言你们居然也信啊 不要这么激动嘛 所以您究竟靠这个赚了多少啊 放任前黑道成员不管会给大家添麻烦的 您都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吗 别等路 好疼 各位看到了吗 太凶恶了吧 这就是春日一番的本性 哪怕被誉为横平英雄 他的本质也是个黑道 他甚至还是以黑道为猎物的黑道 他这个人身上既无道义也无人意可言 行了 卡 你不应该在镜头前动粗的春日先生 刚才那段发到网上 你会有大麻烦的 给我一百万我就卖给你 明天之前把钱准备好 莫名其妙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你演得那么假 谁会相信啊 这算什么问题 只要后期剪辑一下就能搞定了 轻轻松松就能让视频看起来 像是你使出全力揍了我 随便你怎么弄 你确定吗 你现在本来就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 再火上浇油 可就没办法挽回了哦 火上浇油 你告诉我 我哪里着火了 我说你 你知道现在网上的人都是怎么说你的吗 我哪知道 我几乎不上网 真的假的 真是怪麻烦的 你给他看看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多多良频道 话不多说 这次要曝光的是这一位 这一个男人 名字叫做春日一帆 是相当有名的前黑道成员 和四年前的黑道大解散 有很大的关联 一部分圈子的人 把他称为横滨英雄 而这个地方 是横滨市市内 货真驾驶的一家职业介绍所 春日一帆 居然在这里光明正大的担任贵员 而在他对面坐着的 也是一位前黑道成员 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左左幕 这是一年前的事了吧 春日一帆正在小声地 对这位前黑道成员 下达某些指令 接着 这位接受了指令的 前黑道成员 离开了职业介绍所 那么 他到底去了哪里呢 他竟然在便利店 药装店 还有高档品商店 用特意准备的假手道具 偷了不少东西 喂 等一下 不是那样的 接着 春日用低价收购这些赃物 好像就是这样的流程 根据本频道的一系列调查 这次春日让人偷了 价值两百万的手表等物品 并且以两万的低价 买下了这些赃物 也就是说 他在让没有工作的 前黑道成员行窃 并且依靠倒卖赃物 谋取了数额相当可观的钱财 这就是横斌英雄的内幕 不 是他真正的面目 喂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些是你们这些混蛋做的吗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这是多多良频道 在我们眼里这就是大神呢 有五百万订阅呢 春日先生 能被多多良频道拿出来讲 这可是超厉害的 开什么玩笑 全都是胡编乱造的 怎么胡编乱造了 你自己看看 证据不都清清楚楚拍下来了吗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我会突然被职界所解雇 不 就是因为他吧 先别管那些了 所以你真的确定 不买下我们刚才拍的那个视频吗 鬼才会花钱买啊 反正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我才不怕 这样你可就惨了 没办法了 就把这家伙先放倒 然后去找下一个目标吧 下一个目标 你说谁啊 诶 那个保镖 拜托你了 要干嘛 揍这家伙就行了 对 只要稍微使点劲 把他打晕就行了 没必要像上次那样弄个半死 你谁啊你 他是我的一个网友 拍些有风险的视频的时候 我就会请他过来帮忙 话说 你居然没听过街头斗欧的王者 玩格斗的招舱频道吗 他现在人气超级火爆的好吗 对了对了 我是小招 我突然有个想法 你们这场打架的场景 我能拍吗 之后放到我的频道上就当是联动视频 你觉得怎么样了 我无所谓 反正我只是想打人而已 太好了 这下子我的频道也可以一远成为头部节目了 好了 赶紧解决到这家伙 赶紧解决到这家伙 然后去找那个叫左左幕的 去找左左幕 这和左左幕又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 当然有 左左幕以前可是混横滨通渡会的 网上早就把他给扒出来了好不好 我还要去找他给他来个突袭采访呢 就问问他说 不但黑倒了之后被挂到网上现在心情如何 混蛋 要是把这场价也捡进去 点击量肯定能破五百万 这次绝对可以 别去找他 那家伙 正在为了充气自己的人生拼命努力 你们休想从我这里跨过一步 有本事就来呀 好 我上了 好 好 好,我上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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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先来轮到我了 你先来轮到我了 不会就这点手吧 假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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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火上了 解招吧 轮到我了 嘿 好 我上了 我要发力了 解招吧 大火全身了 我是不是掌握绝枪了 真没想到啊 你还挺厉害的 谢谢夸奖 用不着等我 我现在对你很有兴趣 有空再打一架吧 下次不拍这么小加自欺的视频了 拿出真本事来打 那家伙可不是一般人的 多多良频道今后也会详实收集各种信息 为大家不断揭露这个社会上的种种恶行 多多良频道 多多良频道 祖力哥 刚好我打算联系一下你 其实 抱歉 纯日 我开的那家公司 不得不关门歇业了 南波现在也在往我们这边看了 听说他突然被告知自己没了工作 怎么会这样啊 现在这些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的情况感觉和春日差不多 就是去上班了 然后上司突然来找我说 今天过后就不用来了 我这边是接到了银行的电话 他们单方面通知我说 今后会停止对公司的融资 我问他们理由 他们也只是一个劲地说 评测标准是企业机密 不能透露 我手上本来就没什么富裕 没了银行的融资 那公司就只能关门大吉了 可恶 咱们三个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 现在银行也不愿意给钱了 然后 考虑到纠缠春日的那群奇怪的人 这一切肯定不是巧合 原因 估计就是这个东西 多多凉蜜花 这到底是个什么贵东西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曝光系视频主播 曝光系 这年头因为有了智能手机 所以什么人都有机会拍到独家消息了 在视频号里介绍这种视频的主播 就叫曝光系 有被娱乐圈的人抛弃 一气之下发视频证据给主播的女生 也有正义感很强的政治家秘书 向主播爆料贪污腐败 那不就和登八卦照片的杂志差不多吗 简单来说就是那种杂志 不过这些信息 毕竟是发送到高匿名度的网络平台的 里面有不少都是造谣的 这就考验到主播本人能力高低的时候了 如果视频号发出来的内容有确切的证据 可信度高 那个主播就会火 这系列的主播里 这个多多良频道 据说是公认可信度最高的 过去甚至还因为这个频道的影响 帮警方解决了没有头绪的疑难案件 据说现在就连警方和政治家都会关注这个频道 那关于我的曝光视频是怎么回事 内容全部都是胡编乱造的 这件事奇怪就奇怪在这里 也许是因为提供消息的人编造的很巧妙 所以连多多良频道都没发现是假的 到底是哪个混蛋提供的消息 这一点是绝对不会公开出来的 所以才有很多像多多良爆料重磅消息的人 和我有关的视频是什么时候传上来的 三天前 现在播放量已经超过三百万了 然后因为发布视频的是多多良频道 所以大家都会对里面的内容深信不疑 我们就不能联系一下那个叫多多良的吗 当然 可以通过网站的私信给他发消息 我已经发了不过对方还没回我 可是就算多多良下架了那个视频 现在也来不及了呀 视频一旦发到了网上 就立刻会有人复制传播 而且喜欢看这种视频的人 本来就不在乎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哎呦这叫什么事啊 那他们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呢 他们只是在找可以随便骂的人 用来发泄他们的压力 毕竟总不能逮着无辜的人开骂不是 坏蛋就不同了 可以随便骂 反正良心也不会通 差不多是一种新时代的霸凌了吧 虽然另一方面也确实可以防止人做坏事 我们四年前不是也上传了清木寥的自白吗 就是那个视频改变了社会对他的看法 结果现在轮到毛头改变方向 只想我们自己了吗 这感觉还挺讽刺的 对不起 祖力哥 还有南波 这都怪我 都怪我做事不够周全 才会变成这样 喂 你们好不容易重新开始的人生 因为我全都毁掉了 因为我全都毁掉了 非常抱歉 哎 其实我之前就隐约猜到了 你确实有可能会这么想 怎么可能会是你的错呢 傻小子 不管怎么说 有错的肯定是四处造谣的人 再说了 你可别瞧不起我们 这点风浪 我们已经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了好吗 就是 我当流浪汉的时候 大雪天还住外头呢 和那样的地狱比 现在已经是天堂了 今后不管落魄多少次 我都会再爬上去 一帆 你不也一样吗 南波 祖力哥 谢谢了 不过这样 我们就没办法继续帮助前黑道成员融入社会了 哎 已经没有工作岗位 也没有可以介绍的窗口了 真是没出息啊 我还夸下海口 要继承老爹的遗志 现在变成这个鬼样子 现在先忍忍 比起这个 之后可能还会有人去执戒所找你帮忙吧 你得把具体的情况告诉这些人才行 你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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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问 你 你就是春日哥吗 号称横兵万事通的春日一帆大哥 是我 太好了 我听说只要找你 就能给安排工作 所以我就来了 其实这个 你也看到了 我以前是道上的 家里有老婆和两个孩子 大的明天该上小学了 他们以前因为我吃了不少苦 所以我希望 至少能让孩子 过上正经人的生活 我 我听说只要来找你 像我这样的人 也可以找到正经的工作 求你了 可以给我介绍份工作吗 对不起 其实 我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上班了 所以呢 也没办法给你介绍工作了 我就是为了把这个情况告诉来找我的人 所以才等在这里的 真的非常抱歉 不是吧 我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是闭门羹 我本来都打算上吊了 刚好听说了你的事 把你当成了救命稻草 所以我才 结果你自己也被解雇了 所以你现在也没工作了吗 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啊 害我白期待了一场 就算把你当猴耍 也没这样的吧 该死 抱歉 真的非常抱歉 妈的 不好意思 春日先生 工作辛苦了 对不起 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没事 那个 真是非常抱歉 可以拜托您 贴张告示出来 说明一下 我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吗 我估计 自己离开了这里之后 还是会有不少人为了工作 特意来找我 你 你是说 黑道的人会来吗 以前是黑道的人 可以麻烦您帮这个忙吗 不然我想会给各位带来麻烦的 我知道了 这样的人总来的话 我们也会很难办的 那就麻烦您了 还有就是 就算你来这里 已经定下的事 也不会改变的 怎么回事 你们吵架了 麻烦能不能不要在我们这里吵 不好意思 我们马上就走 去找左左目吧 得和他解释清楚情况 流汗 她的確定是否,她是否能被刑派的。 我選擇不上,她是否刑派的。 她是否刑派的,她是否刑派的。 她是否刑派的。 你什么看着呢 你好 你好 春日先生 突然上门真不好意思 其实 足利哥已经告诉我了 说我也只能干到这个月月底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太没用了 没关系了 怎么说呢 这样一来我反而放下了 我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 痛改前非 刚想认真从头来过 就遇到了这种事 看来老天是真的 非常非常讨厌我呀 做做目 不要紧的 没关系 比起我 春日哥 你自己看起来 一定要憔悴得多好吗 你 谢谢你让我做了场美梦 好了 我还得做些准备 毕竟要搬走了 我还得做了 糟了 你仔细 你自己鼓着 好啊 都不符了 我是阻力 还有我 阻力哥 还有南波 不好意思突然来找你 现在有时间吗 当然 我现在最多的就是时间了 保健 这里只有自来水 行吗 自来水也不错呀 给我来一杯 所以呢 有什么事吗 现在有个情况 让我挺在意的 你最近 有去过直接锁那边吗 有到那附近去过 因为我想着 也许还有人会去找我帮忙 然后怎么样了 你遇到找你的人了吗 最开始的几天还碰到过 不过最近已经没有了 大概是我这里已经靠不住了的消息 在圈子里传开了吧 是吗 是吗 不过也有可能不止是因为这个 这话是什么意思 最近这段时间 星龙会的动向有点可疑 星龙会吗 星爷死了之后 原本的弱头高步当上了会长 这你知道吧 那 考虑到族里的地位 也算是合情合理吧 那你知道那个高步 现在在牢里蹲着吗 大概是两年前的事了 不知道 他居然坐牢了 对 不过问题抽在那之后 最近 听说一些因为大解散 被迫离开东城会和近江的前黑道成员 都加入了星龙会 而且人数相当多 不是十几二十个的规模 诶 你的意思是 简单来说 我觉得星龙会现在这是在招兵埋马 当然 要是星爷和高步还在 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 可是 星爷会长已经去世了 高步也还在坐牢 没错 也许是星龙会的内部 有人趁着上头的人不在 打算搞点什么事情 这些人现在好不容易要走回正道 星龙会 却打算把他们重新拉回黑道吗 不止 我这儿还有个更坏的消息 我听说左左幕 好像也去了星龙会 左左幕吗 毕竟他丢了工作受了很大的打击 所以产生了放弃走正道 过普通日子的想法 说真的也有这种可能性啊 左左幕去了星龙会的消息 你能确定吗 是一个流浪汉村的熟人告诉我的 我知道我现在没资格说这种话 可就算是这样 我还是没办法眼睁睁看着左左幕 再被拉回黑道 那家伙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回正道了 就在我眼前 我想去 我想去帮他 我们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你要去吧 星龙会的事务所 我们也去 可是 要说放心不下的话 我们也一样啊 而且也不知道现在星龙会的人 还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谈 你觉得 我们会让你一个人去那种地方吗 嗯 祖力哥 南波 不要再多说了 这算是队伍重出江湖 是吧 让我们开启久违的冒险 勇者献上 好 勇者吗 这样的话绝对不能少了那样东西吧 喂 你把那个放哪儿去了 那个 就是那个呀 那个 勇者的球棒 你该不会把它给扔了吧 啊 那个好像是 喂 那是什么情况 这个嘛 因为刚好没找到亮衣根 所以你就用了那个 你心可真大呀 哎 我白酝酿了半天的情绪 还真是 真是的 你靠谱点 勇者大人 我们可都指望你了 好的 行了 那咱们就出发吧 能等一下再出发吗 你干嘛呀 既然要出门冒险 就得先搞定装备才行啊 那是 那是 那就是 咱们扔了 我就 coop到 那我 原来如此 确实你还是比较适合这扇装扮 不知道这算什么缘分 重新开始居然还是我们几个 这种就叫做 难解开的孽缘 说句实在话 我觉得我内心的某个地方 其实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天 好了走吧 南部 足利哥 我们几个可是大家口中广为流传的横兵英雄了 现在这情况没人能阻挡我们了 没错 上吧 妈妈 你居然在做什么 快到这边来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丘邦真让人怀念哪 我记得当时他插在了河边 然后是春日拔出来的 对对 我和足利哥都拔不出来 当时这家伙还特别得意 说只有被选中的勇者才能拔出来 他还说什么这是勇者的圣剑 虽然我知道他从小就梦想成为勇者 不过当时还是怀疑他脑子真的有问题 我现在也想当勇者 我要拯救这个世界 对对就是那个勇者大人还是这么有模有样的呀 三个大叔好像挺开心的呀 能借我点钱出去玩玩吗 钱是不可能有的 我们从来没赋予过 三个大叔这个年纪了 怎么可能没有积蓄 说没钱骗鬼呢 少胡说八道了一帮老东西 靠不弄死你们 觉得中年大叔都有钱 可就大错特错了 喂 勇者先生 拿起你的圣剑 时隔多年再消灭一次怪物吧 是啊 时隔多年重返战场吧 南部 足利哥 好 太倔强了 此刻你拿起你的 好了 动手吧 有 喂 他们这是变身了吧 哈 你在说什么胡话 不对 我记得他以前好像也说过这种话吧 说什么自己变成了勇者 然后敌人就变身了 啊 好像是的 你投入归投入 别太沉迷于妄想 什么情况 只有我能看见 那算了没事 反正能看见感觉更有意思 轮到我了 怎么了 快点 快点 想动手吗 有松子呢 呃 呃 呃 加油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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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上了 該我了 必殺 職念 職念吧 想打架吧 來呀來呀 輪到我了 輪到我了 立即 別 啊 滚 哦 哦 哦 召唆 尿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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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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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感谢观看